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技术 嗨嗨 你好 好 你可以 我在车里 哎 哎 哎 太军 他可不能坐那儿 快看 一弟 上车 还真没想到我 那哑巴还会修车 看他吵和鬼子那样 吹 你以前做什么的干活 你是修车的学徒 好 你的技术还大点好 小心点 很需要 快快点 跟我下车 好 黄军 咱这车又怎么了 他底 会修车 挖矿底 不要 应该把他送到我们的运输队 去服务 这 黄军 这人我们找来的 回去我们怎么跟队长交代呀 混蛋 没有 没有 你们队长也必须提我们黄军的 是是是是 你得明白 明白明白明白 孟小珠 孟小珠 快点 快点 给我下车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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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点 快快点 钟警长 咱这最后一批壮丁都集合好了 您都认过了没那娘们啊 给我抬起来看着我 你 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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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少了一个 是个哑巴 啊 会修车 让黄军 送到运输队下了 哑巴 叫什么名字 呃 长官 呃 他叫小勺子 是我侄子 从小有病吃错药了 就把嗓子弄坏了 呃 小勺子 他怎么会修车呀 呃 他 他 他在城里边 车行当过两年学徒 不会来事儿 人傻 让人打不回来了 我看他挺可怜 就在饭铺里边 给我打下手 人可老实芭蕉了呢 徐队长 今天编艺队出动 一个人被抓着 城警卫队出动了 到处巡逻 我们没机会下手 不着急了 武则县城很快就是 日本人的地方 到时候想抓多少 室舵船 把人带下去吧 是 放 放 放那儿 大勺子 那哑巴 什么时候抄你侄子来 就是 骗谁呢 见人说人话 见鬼就得说鬼话 你懂不懂 不是 那你跟他非亲非故的 为什么要忽略他呀 就是 他可能 就是二狗子要找的那个人 你别瞎扯了 二狗子要找的 不是个娘们儿吗 那你跟他非亲非故的 没准 他就是个花木兰 打鬼子的花木兰 这是三营的花名册 在你那儿搁一份 按名册发想 李先生 这三营的兵还没齐呢嘛 怎么就做好花名册了呀 邓营长给我报的名字 那些兵他都认识 李先生 您这效率可真够高的呀 好 进 魏常立来电 他怎么说 他说和李太太 已经安全到达长沙 叫您可以放心了 葛老慧会派些人 陪魏常立 用汽车 把军火押运回咱武则县城 这可是大好事啊 咱有了这批枪 咱保安团可是如虎添翼啊 我早说过吧 谭武爷会给我面子 这葛老慧也不是 坑门拐骗的土匪 对吧 魏常立还说 谭武爷想要咱武则县厂的射箱 让您给他烧点 这武爷啊 不好赌 不好抽 不好酒肉 就好这口 行 给他弄点 咱们县城里 哪家的射箱最地道啊 那得属东街的慈安堂 那可是百年老字号了 老魏有没有说过 他什么时候出发啊 说了 他明天下午就启程 让您后天一早 到夹树沟接应 不是有人押韵了吗 为什么还要接应啊 魏常理说了 葛老慧的谭武爷 这个车是从车行租的 司机盘路途太远 只想把车开到家属楼 您派人接应一下也好 确保万无一失呀 主持人 优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爹 日本人來電了 日本人說什麼 便衣隊把整個莊丁營查了個遍 鍾阿九親自認的人 維修人呢 沒有 爹 爹 還有個事 從哥老會運過來的那一批槍盪了 明天一早李三强 去甲树沟接应围长谷 日本人有什么打算 日本人让咱们带着自卫队 去到甲树沟 甲树沟离咱们找温修的地儿 离得老远了 我们得有一个合理的由头啊 日本人给我们找好了李 但是我们得花点钱 又花钱 李先生 是什么风把您给刮来了呀 掌柜的 我们认识吗 李先生 您不认识小的 小的可认识您啊 您上一次升堂审偷马贼一案 小的也在场 你升堂的时候啊 那可是高明着呢 简直就是当时的包青天 掌柜的 您这是卖药呢 还是卖蜂蜜呢 李先生真会说笑 小的开的是药店 自然是卖药 好 李先生 您要抓什么药啊 射箱 要多少 你有多少 我就要多少 李先生 您要这么多射箱干啥呀 用得完吗您 不是我自己用 送人用的 李先生 这射箱可是门贵的药材 您送的一定是贵人吧 请您稍等 我这就去给您取倩 哎 李先生 您要的射箱全都装好了 您要是一次装好 当心我封你的店啊 李先生 小的哪敢呢 您是松和堂的少东养 什么假药也瞒不过您的火焰金睛呢 您瞧瞧 这些都是上好的设想 还不错 都要了 李先生 您是付现钱呢 那还是计账啊 没有现钱 计账吧 月底到县政府来接 得了 李县长的花呀 那自然是宝票 自然信得过 那好 掌柜的 会说话 会做生意 肯定会发大财 托县长的福 李县长 走好 童厂长 你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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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爷 这是给你的 孔爷 这银票小的不能收啊 这小店也成为了 孔爷这么多年的关照 才开得顺风顺水的 那现在只是帮了一点小忙 要你拿着你就拿着 那行 谢谢孔爷 多谢孔爷 孔爷 我四弟犯四言的事 言和人明天就放 那谢谢孔爷 谢谢孔队长 但我有个事要提醒 今天这事 如果让第三个人知道 不光你这个店开不下去 你们一家老小的命 也活不下去 孔爷 我懂得 我懂得 那简单 我的舌头 我也不能说 这弟兄们在外忙活半天了 本以为回去吃顿饱的 睡个好觉 这礼厂长又让我们去接枪 又得在外风餐露宿 这是好事啊 这也叫好事啊 咱们保安团的武装加强了 这要是鬼子真过来了 咱们脑袋就没有那么容易丢了 哎 举作 你不是说李县长和魏厂里有共党嫌疑吗 这万一保安团被赤化了 省里怪罪下来 那咱俩脑袋不饱啊 我胡大会儿的脑袋也不是豆腐捏的 没那么好打捏 谢谢 梁医生 这孔秘书失踪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打听过了 孔金彪要把他许配给 石牛寨寨主 马旺德的儿子 他不同 结果呢 人跑出来以后 就失踪了 但是现在 这婚事想结都结不了 马旺德的儿子 他来接亲的路上 被狼狗咬死了 孟小姐 您睡了吗 李县长 你怎么老是大半夜敲我门啊 没别的意思 就就是来给你送这亮衣绳来了 搁那儿吧 行 那我给你放这儿了 你大老爷们儿 还喷香水啊 没有啊 我今天去弄了点麝香 准备送人用的 摄香 这么贵的东西 送哪个香号的 我哪有什么香号啊 我们家那只母老虎 不得给我吃了呀 我那摄香是给哥老汇的 大当家准备的 他号这个 你哪那么多钱买摄香啊 摄 什么摄的 没给 我没有钱 我没有钱 我有钱不先还你了吗 对啊 我那钱你什么时候还啊 后天 后天我双手奉上 后天 这么快 要还不上 你把我脑袋拿走 你哪那么多钱啊 魏老板不是要去省城取那批枪吗 我让他去找我爹 给我爹带个信 让我爹借一笔钱给我 让魏老板把那笔钱给我拿回来 真的 真的 那 那 那带那么多钱上路 安全吗 安全 我会亲自去接他们 到时候再呼啦啦带一票人 可威风了 李县长 我其实也不是故意为难你 我没想把你逼那么紧 但是 你说我一个弱女子上路 总得拿点钱吧 你拿到这笔钱之后 你打算去哪儿啊 哪儿不打仗 去哪儿呗 孟小姐 我要是您 我肯定就 找个好男人嫁了 好男人 像你一样的好男人 你当捡西瓜呢 满大街头是好男人让我捡 孟小姐 当我把那笔钱还给你了 你是不是也把那保证书还给我呀 不是给 不是给 你签一道账 我就当你面儿把保证书给烧了 行 等你把那保证书给烧了 咱们俩的债就两清了 再不挂可 行 那没什么事你先睡吧 我出去了啊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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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挂个 这 把牌椅上的军官都集合起来 我要开个会 现在就开会啊 老魏还没回来呢 不等他了 你们三营都是老兵 一营二营都是新兵担子 要是再放着他们的性子 兵就不好带了 老话说得好 娇娃要趁早 如果等他们的性子野了 就不好管教了 好 那我现在请通知 对了 今天晚上我要出趟城 去加入沟接应老魏他们 城里边现在就剩保安团了 你得把兵带好 不能让城里出任何的岔子 是 走吧 铁锥 来 待会儿开会的时候啊 你来念发言稿怎么样 让我念这个干嘛呀 我不念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念这个发言稿 多有面啊 又想让我在前面是吧 不是姐夫你什么时候都让我 电后一回呢 行 哪天吃大鞋的时候 我先吃你后吃好不好 来 大鞋啊 出人头地 你想得美的你 我吃完你再吃吧 妥协就是投降 斗争就是生存 如果我们放弃了主权和领土 那将会使中华民族陷入 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我们要和平 但是不能求和 我们不好战 但 行了行了行了 念的什么呀 都酸到骨子里了 上面就这样写的 下去下去下去 我来 兄弟们 今天咱们保安团 就算是正式地亮出大号了 以后咱们 就算是一个娘生的 一个爹养的 以后有酒咱们一块喝 有肉咱们一起吃 有钱咱们一块赚 就算是打架 咱们也要一块上 我知道 你们都是连长 都是排长 但是你们都是新兵蛋子 这就好比新媳妇过门 总会闹点别扭 但是 不能总按着自己的性子来 进了我这个保安团 你们就要听我这个公婆的 谁要是在外面偷鸡摸狗 被我抓着了 就立刻滚蛋 因为我绝对不能容忍 谁在我这儿 把胳膊肘往外拐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兄弟们 都说说 咱们当兵是为了什么呀 保家卫国 不全对 但是也对 我认为咱们当兵的 是为了发财 只有当好了兵 天下才能太平 何气生财 如果天天闹鬼子 都想着保命了 谁会有心思来赚钱呀 只有天下太平 咱们才能想种地就种地 想做买卖就做买卖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想不发财都是难事 李先生说的对 其实咱们保家卫国 就是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嘛 不敢走鬼子 就算是遍地金子 咱们也不敢捡呀 咱们当官为了发财 但不光为了发财 还有谁知道是为了什么呀 吃饱饭 说得对 对 但是不全对 我认为当兵啊 咱们还为了娶个好媳妇 咱们当了兵啊 才能不受人欺负 哪个女人不喜欢带肿的男人啊 谁会喜欢怂了吧唧的 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 谁肯嫁呀 就算牲扣配种 都得找个会打架的 对不对呀 对 当男人 他就不能当怂旦 哪个女人喜欢怂旦呢 就算找了个媳妇 也不安心过日子 三天两头地吵架 这家呀迟早得败了 咱们当兵 为了发财 为了娶个好媳妇 还得涂掉什么 涂掉什么 县长 你给大家伙说说吧 我认为咱们当兵啊 得光宗耀祖 种地 不能光想着那一亩三分地 做买卖的 不能总想着当伙计 不当掌柜 咱们当兵的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辈子只想着当兵 不想着当官 就说明你们没有本事 你们就白穿了这身军装 对 咱们要干就干掌柜的 咱们不能一辈子当伙的呀 就是 穿上咱们这身军装 就得长本事 当掌柜 对 当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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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兄弟们跟我说说 要怎么样才能当上掌柜呀 我知道 多打胜仗 没错 打了胜仗 立了功把鬼子赶跑了 咱们就可以升官 等升了官 你们就不再是排长 不再是连长了 你们就是营长 就是团长 就是旅长 李县长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保安团 我们这儿最大的官 就是您这个团长 可是 我们怎么当旅长呢 谁说不能啊 只要我们的胜仗打得多了 到时候来投奔我们就会多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就不再是保安团了 我们就是一个师 到时候我来当那个市长 你们当团长 好 好 好 当兵是为了升官发财娶媳妇 这个李三强啊 不过说得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对啊 就是嘛 我不是也因为 因为媳妇才当了兵吗 哦 就是 还没过门 哎 咋没过门呢 当时 我们村有个女的跟我好 大爹要把她嫁给 村里财主的傻儿子了 结婚头有一天 她现在跟我说 说黑子 带我跑了 我没敢 把地板放着 财主家三人头一样 然后到后来 后来 后来怎么了 承认前一句 想不开了 跳着劲了 从那一会儿 我总能梦了 他在梦里就跟我说 说黑子 我看错你了 我看错你了 你就不是个男人 你是个闹钟 我每天还要到村口上 跳到那口井里去打水 我实在受不了了 穿上参见了有几顿 我直接打水 我也就把她看错了 我看错了 我妈说 我刹襲一下 我以为她才会比较合胀 你不得了 我现在才准备了 这里面有李三强要的六百块大洋 还有一些衣服 你帮我带给他 有什么要烧的话吗 没了 我没那么婆婆妈妈的 不过啊 回去你得多帮帮他 他这个人底子不坏 但需要有人多拉他几把 这个我知道 我会让他走上正道了 那我在这边 怎么跟这边的同志联系啊 有事打这个号码 找一位姓刘的先生 把号码记住了 然后销毁 时间不早了 仓库那边应该差不多了 我该走了 那你都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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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察 好 好 来 来 来 伍爷让我送点子弹过来 说是送给李三枪的 那您搁这儿吧 等会儿我们把枪和子弹 一块儿装车上去 不用了 我先点一下枪数 别短了数 坏了我们割老会的名头 对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明白了 来 走吧 都听好了 好了 伍爷叮嘱你们 路上千万要小心 如果碰到劫道的 就打伍爷的旗号 二郎家的你放心 丢了弟兄们的性命 也不会丢了军火 好 魏先生 货已经装好了 替我谢谢谭伍爷 感谢他成人之美 我一定会带到 好 魏先生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出发 李县长 您跟我原来见过的县长 都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啊 我也说不好 就是感觉您 不像是混官场 鬼子都濒临城下了 哪儿还有什么官场啊 都是战场 姐夫 这后面太颠了 我要和你一样去前面坐 别闹啊 执行任务呢 我 我不管 你答应过我姐要照顾我的 你就这样照顾我啊 你是营长 你的兵都在后面坐着呢 你要以身作则 跟他们坐在一块 笑什么笑你们 对啊 不对啊 这没有喜相之相啊 这 您耗错了吧 我之前找县领大夫看过 他说肯定怀上了 您儿子 你跟我看过 三相啊 他懂个屁啊 你爹我不是大夫 也算不上郎中 可我开了大半辈子药铺啊 这卖礼物 多少值得一些 特别是喜脉 不会有错呀 那 那我 我再找个大医院去看看 但愿我把错了卖 爹可不希望空换洗衣场啊 您放心吧 我自己的身体啊 我最清楚了 我只有找医院去啊 让东梅陪你去吧 别累着身子 不用了 东梅 你过来 坐下 怎么了 老爷 没错呀 没错呀 别人前进 李警长 侯局长他们在前面 前面停车 来 连长 您来得够快的啊 这枪啊 就像是咱们当兵的媳妇 这媳妇哪儿也不着急的呀 怕贼惦记啊 谁敢惦记 咱们这么多人 谁惦记谁就是死 昨天巡逻的情况怎么样啊 二狗子的狗毛一根都没见着 也没人报案 二狗子敢来抓壮丁 我们就把他们给抓了 这狗啊改不了吃屎 还得擒着出城巡逻 警备队保安团一块上 是 是 李警长 孔秘书那边怎么样了 还没消息 但是自卫队正在找呢 看来他是凶多吉少啊 对了 明天到孔家去慰问一下吧 是 我就是说 是您的意思 你跟我走吧 出发 出发 罗总 情报没错 他们来了 行动 快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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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传来的 驾驶郭副下 还有多远 很快了 快 快 快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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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苏 现在是巨撒李三强的绝好机会 不用 借刀杀人 离我被杀了的 更有分量 撤 前进 谁干的 李县长 是鬼子干的 鬼子 鬼子怎么会知道你们在甲树沟呢 这件事我也觉得蹊跷 鬼子的消息太准确了 趁他妈信了 咱们干啥事鬼子都知道 我怎么跟伍爷交代啊 孔队长 就在前面 走 别让我们出场了 好嘞 李县长 快点 孔队长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出场找我妹文秀 听到枪声就赶过来了 找你妹妹 怎么会找到甲树沟来了呢 哦 手下人说这有土匪 那当然剿匪重要 土匪 捷到的不是土匪 是鬼子 鬼子 他们也太猖狂了 敢在武则县的地界上撒野 都该死啊 是鬼子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你能来 我就不能来吗 小气了是不是 不就撕坏了你件衣服 我陪你就是了 都当老板了 大肚点 是这样的 孔队长 魏老板 从阁老汇那边押运军火回来 在这儿 被鬼子给埋伏了 魏老板 那批枪没事吧 没事 都保住了 来 上车 把那车的箱子 全部放到这串来 走 还不去帮忙啊 是 是 小心 小心啊 小心 孔队长 走了 您看 您看 烟土 魏老板 魏老板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把箱子全部都打开 都打开 放我警察 李县长 我劝你一句 走私烟土 可是死罪啊 我知道 魏老板 有谁动过这些箱子吗 没人动过呀 从仓库拉出来之后 就一直搁在车上 您公信 三枪兄弟 收货后把射箱给司机带回 银票切勿外漏 紧记 哥老汇谭武 李县长 这射箱是怎么回事啊 射箱是 射箱是 谭武爷找李县长要的 说武则现在射箱有名 让李县长帮忙捎带一些 射箱呢 在呢 铁锤 把射箱给他们看看 都在这儿了 银票五千大洋 我忘了来世的方向 忘了走的路有多长 是否跟着完整的河流 就能找到漂泊的海洋 我记得你笑的模样 记得你沉默的悲伤 是否追着病患的云朵 就能找到遗忘的时光 我爱你 恋你 恋你 愿你 我都不曾想 我下一年 你流云 寻你 就如梦一场 你走过的地方 走过的地方 回忆在成长 在我心上 我爱你 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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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爱 在流浪 我爱 太迷茫 我来过的地方 回忆是信仰 只是分差路靠 有你的花香 我来过的地方 回忆是信仰 只是分差路靠 有你的花香 有你的花香 对你 人家 在美 很可爱 是 那 会 我爱你 是 在我 应该 在我 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